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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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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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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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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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首先 李宗盛 静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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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静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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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静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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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地方开铁塔 面见金刚萨斗 跟金刚萨斗见面 金刚萨斗给他 金刚戒跟胎场戒的两个印 两个印 也就是金刚戒跟胎场戒的两个大印 所以龙树菩萨是密教的主师爷 是密教的主师爷 他的手印就是说法印 他的形象 因为他是属龙主 龙主 龙主 所以他叫龙树菩萨 他们的咒语是 Om Beja Naja Jona Puttisato Soha 他的心咒是 Naja Jona Naja Jona Naja是龙 Jona是一个树的名字 所以他叫龙树 Om 智慧的龙树 Puttisato就是菩萨 Puttisato Om 智慧的龙树菩萨 一切延满成就 他的奏 他的意义在这里 他的所印 就是转法轮印 转法轮印 他的形象 有九条龙 在他的这个背后 他的形象是这样子 下个礼拜 是龙树菩萨 那你只要是一个邪佛的人 对于中观的思想 还有 对于龙树菩萨 这边要结缘的 最好 对八宗 你看八个宗派 哇 八个宗派 这很大 你跟八个宗派 全部结缘 他也是一个很大的菩萨 也是成就者 要跟他结缘 你就要足起 像我们今天 这个 想跟龙树菩萨佛母 这个结缘 因为跟龙树菩萨佛母结缘 很多的好处 他的试验有四种 大家都知道的 这个 有所谓的 地水佛风的试验 地呢 就是资粮 一切的资粮从地产生 从地而生 他也是 古陆菩萨佛母 他可以让你 资粮济足 水呢 就是他能够 以水来亲近你 也就可以治疗你自己本身的疾病 佛呢 很简单的 他就是热情 他是密教的爱神 你修他的话会得到很大的敬爱 大敬爱 中敬爱 小敬爱 你都可以得到 那轰呢 就代表着金刚 他以他虽然是一个爱神 但是他也有他的愤怒向 能够降伏四谋 所以 古陆菩萨佛母 这个 足起的 比平常多一点 平常多一点 那我们知道这个古陆菩萨佛母 大家也知道 这个本尊 这个很多白教的 修行藏密白教的 都以古陆菩萨佛母 做本尊 很多的 另外 我自己本身的师父 自己的上师 图登达尔吉的上师 就是也是古陆菩萨佛母 做本尊 那么 应该讲起来 图登达尔吉上师的弟子 应该是很多 应该是很多的 但是 就有人问他 问这个图登达尔吉上师 他说 你的弟子 他真正收的弟子 不是很多 他大概只有三百个 齐日备的 大概他只收了三百个弟子 三百个弟子 有一天呢 有一个空行母 告诉他 你要去台湾 找一个 姓罗的 姓罗的 去台湾找一个 姓罗的 然后他就到台湾了 从台北来 一直到高雄 跑来一趟 姓罗的 他就以为是四维罗 四维罗 就一直找 从整个台湾 左遍 没有找到一个姓罗的 然后回到香港以后 空行母又出现 然后他就问空行母 我去台湾也没有找到一个姓罗 但是空行母跟他讲 这个姓罗的已经在你身边 已经到了你的身边 结果我去了 我去了以后 他说 你不是姓罗 你不是姓罗 你姓罗 你姓罗 台湾话罗 就是罗 罗 他说 哇 原来空行母会讲台湾话 姓罗 他说 你去台湾找一个姓罗的 台湾人 我就是 罗姓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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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话 如胜燕 就是罗姓岩 就姓罗 他说 哦 原来你就姓罗 他修 古列古列佛母 渡了众三百个 但是他跟人家讲 我只要渡一个儒圣燕 就等于有五百万的徒孙 所以还是有感应啊 还是有感应啊 他还是 你 他修这个古列古列佛母 土灯达吉上师 我们先做一下广告 这个八页的大法会 要义卖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就是 甘诸佛佛 甘诸佛佛 用手 用土 捏出来的 两尊 这个菩萨 一尊呢 就是金刚手菩萨 密教的金刚手菩萨 一尊呢 就是金刚骸母 是着佛 金刚骸母是着佛定的祖尊 修着佛的祖尊 金刚手菩萨是代表着 这个三根本的法力 三根本的法力 那两个土捏的 这是干诸佛佛捏的 那是土灯达吉的祖师辈 也是师尊的祖师辈 这是干诸佛佛 叫做干诸佛图刻图 不要念错了 变成干诸佛里佛图 是乎屠刻图 乎屠刻图 乎屠刻图也就是 转世的人波切一样的 这是大佛佛 蒙古的大佛佛有两位 一位是张家佛佛 一位是干诸佛佛 在清朝的时候 这位干诸佛佛传传伐给 徒登尼玛 徒登尼玛传传给 徒登达利 徒登达利传传给 徒登达吉 就徒登达吉 徒登达吉传传给 徒登其谋 徒登其谋 就是这个 这个传承 这个传承 并没有断 师尊本身就是徒登其谋 在徒登这个派里面 就是徒登其谋 所以这两个 是徒登达吉给师尊 是祖师爷 干诸佛爷的传承信物 在大法会的时候 叫义脉 所以你们自己就要准备 要想要得到这个传承的 自己要赶快准备 准备什么呢 准备水 水 因为水就是财 财就是水 你们可以准备要义脉 这个唯一的传承信物 是唯一的 我自己检查自己 从祖师爷那里哪里的传承信物 已经非常少了 这是很稀有的 你们要拥有这个传承信物的话 你们要赶快去准备 这个 那么咕鲁咕的佛母 大家都知道 他拥有的是发箭 他手上拿那个乌巴拉花的箭 他摄向哪一个人 那一个人就得到发枝 发枝 因为发嘛 发 你知道怎么讲 摄向哪一个人 那个人就得到发枝 你们什么人都可以摄 连慧金你都可以摄 就是不要摄师尊 师尊本身为什么不用摄呢 因为师尊本身就已经很花了 不用发箭去摄他 他已经很花了 就行了 这个 他是一个爱神 这里好像有一个 有一个笑话是这样子讲 有一个假问 假问 你知道西方国家闹离婚 为什么比 这个 中国的多 比中国多 西方国家闹离婚 为什么比中国多 这个姨姨就很回答 这还不简单吗 这还不简单吗 因为西方的爱神 这个道理 那么我们的这个 古鲁鲁鲁鲁鲁佛母 她也是十六岁的少女 在这个以前的印度 或者是在西藏 或者是在西藏 他们认为十六岁 十六岁就已经成熟 十六岁已经就成年 十六岁就算成年 那么他简单 那么他简也不会乱射 总比 那个西方那个爱神 丘比特好 丘比特那个小孩子的爱神的箭 是乱射的 所以他们因为乱结合才会离婚 这是西方 东方的腋下老人很有经验 他把你的手一绑 用红线把手一绑 把你方的手一绑 你要离开都很难 要离开都很难 我们咕嚕咕的佛母 就好像是 爱神一样 跟丘比特一样 但是他的箭 箭无西花 一色重 那两个都变成发枝 谈到发枝 有一个笑话 有人走到一个夜市场 看到有人在卖面 叫做发枝面 发枝面 灰枝啊灰枝 发枝面 只是给我一碗发枝面 那个太太 就赶快做了一碗面 给她吃 她说 你上面不是写的 发枝面吗 为什么只有 看起来没有发枝 只有面 那个太太就笑了 她说 我就是叫做发枝 所以她的面就叫发枝面 其实是没有灰枝的 没有灰枝的 因为她太太的名字就叫发枝 那外太太 那外太太就是叫发枝 那刚刚已经讲过 这个 古鲁古雷佛母 有四个很大的事业 就是地水佛风 地就是资粮 让大家资粮祭足 水 就让大家身体健康 没有疾病 佛 就让你的爱情 如佛如图 如佛如图的这样子的热恋 再来是轰 它能够扫除一切的魔障 所以古鲁古雷佛母是很好的 很好的一个本尊 很好的一个本尊 今天 这个你们 有穿红衣服的有多少 红色衣服的 也不少 也不少都是穿红衣服的 你们穿红衣服的 有体验的 你们结这个 古鲁古雷佛母的所印 结古鲁古雷佛母 第一个 合掌 那么无名指在底下 弯下来相钩 就是古鲁古雷佛母的所印 你们过灌顶上 你们过灌顶帆的时候 你们结这个手印 我们 念你们 念你们想要意念的那个对方的那个人 你 你 你 天我们 你这样够贯顶帆的话 你就发出来这个厌汪 那古略佛母听到了以后 会促成你们圆满 促成你们圆满 那个 王子祖的这个大儿子王平 你不可以乱练 因为你如果乱练的话 你还没有未成年 会惹出麻烦 你也穿红衣服哦 阿妈 你才是三岁耶 十二岁 十二啊 十二岁啊 你为什么穿红衣服呢 配合今天 啊 配合今天 配合今天的法会 配合今天的法会 那倒还不要紧 等一下这个过贯顶帆 大家看看他有没有结这个手印 对啊 对啊 王平很好的 王平他这个 运动 跑 跑 跑步的高手 跑步高手 他赛跑 有两次得第一名 赛跑 田径 田径赛跑 他有得到第一名 你看我们这个衣婷十姐 他就没有穿红衣服 你看你有穿红衣服吗 有 混红的啊 混红的啊 混红的也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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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呢 我们来讲这个最主要的 这个道果 今天讲 补为幻化 补为幻化 此同一物空行的补绝 这个一个门 一个切 是切 读作切 还是 绝 补切 此同一物空行补切 这个补切的意思就是说 你换了三面养 怎么办 密教行者换三面养的 很多了 那换了怎么办 你就是要补切 就是把这个三面养再给它补回来 变成没有换三面养 你本来是换三面养的 其实是可以补的 它这个字 悟空行补切 悟空行补切 这是 不为幻化 就是说 你已经换了三面养 但是你把它补回来 把三面养 从心 你还是守住三面养 的意思是这样子的 倘若为患 他 则以五空行之 为患 筹补 寄送业 金刚空行灯 不为患 以金刚空行来补 你换了三面养 你换了三面养 把它补回来 此次正说 五空行中 金刚空行者 是最重要上师 其乃法界西空 中以正物质而行 第一个 你如果跟你的本神上师 犯了三面养 跟你的根本上师 犯了三面养 这个 以根本上师为主的三面养 这是你最重要的上师 重要上师 就是根本上师的意思 因为根本上师在法界当中 西空 以正物质而行 它本身是属于是正物的上师 你依它而行 是可以的 等于是说 依金刚上师 你向金刚上师忏悔 跟金刚上师忏悔 重要的金刚上师忏悔 你就可以补回这个 你自己本身所患的 跟上师的三面养 这个就是补救的方法 其以以等至列有至的智慧空行 为寄生 报生 法生虚空中 以色生行 这一句话 跟底下都是有关 有几个空行 你是可以跟他忏悔 一个是 麻麻空行 为化身煞土之空 以神通力而行 这是无形的 麻麻鸡 麻麻鸡空行 有点像 白衣观世音菩萨 白衣观世音菩萨 跟麻麻鸡 我经常 在读经里面 读到阿弥陀佛的 阿弥陀佛的佛母 是麻麻鸡 又是白衣观世音菩萨 又是白衣观世音菩萨 那么 这个就是 跟白衣观世音菩萨 修这个忏悔 修这个善悔 有一种叫做食肉空行 食肉空行 为煞土空行之见属 以守护煞土世间神子之之 献死灵之主 喜好血弱 其以西空之空中 以夜神通力而行 他有神通力 那是以他的神通力 夜的神通力而行 这是跟食肉空行忏悔 食肉空行忏悔 大概四手方母 都是属于食肉空行 四手方母都是食肉空行 而且他们出现的 头 不是属于人的头 是拟子的身 但是是属于 这个兽类的头 兽类的头 这种叫做食肉空行 死灵之主 焚藏的主人 他是属于焚藏主 也可以做补切用 也可以做补切用 一个是三昧雅空行 也就是金刚兄弟 亦为皱藏 亦为皱身空行 其为正悟心性 空之虚空中 正悟结束辗转 真上而行 得到的正悟 得到的结束 但是他慢慢的增加 也就是像金刚兄弟 你 吐露你犯的三昧雅 吐露你自己本身犯的三昧雅 由他本身来讲 你以正悟 接受辗转真上而行 这是行三昧雅的补切 又若为患三昧雅 以武空行补切 若为一切三昧雅 那则筹捕金刚空行之事愿 加如上结合即颂业 以武妙玉等令月之妙玉 为心所欲求 争其功德之法 什么叫做五种妙玉 五种妙玉呢 令月等 你如果换了三昧雅 用五空行来补切 五种空行来补切 我曾经告诉大家 我们念这个百日明咒 你换了三昧雅 你念百日明咒 就是补切 你念 犯了三昧雅 你念 这个好像是说 叫你念多少遍 那个 金刚沙斗百日明咒 百日明咒 三昧雅 遗鬼以后念三遍 遗鬼以后是念三遍没有错 但是你犯了三昧雅要念多少遍 它好像有规定 一百遍嘛 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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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遍 修人百谈 五百谈 两百 那你至少要念两百遍 两百遍的那个百日明 才算补 才算补 我告诉你 我们现在所念的金刚星百日明 我们念的方法 跟哈鲁嘎的念的方法不一样 其中有 你念 大家念一下看看 念百日明咒 继续 这个Samaya那三个字把它念成Haruga Samaya把它念成Haruga 还有几个把它念成Haruga 一共转成五个Haruga 有五个Haruga 在百日明咒里面把它念成Haruga Haruga的意思就是讲五个空行 就是等于是说百日明咒里面就有五个Haruga 也就是这里所讲的 道国里面所讲的 这个Mama空行 石肉空行 Samaya空行 另外这个上师空行 上师空行 还有智慧空行 就是五个Haruga 五个Haruga在里面 这里有五个Haruga 那么在百日明咒里面 你安上五个Haruga 把它念完百日明咒 两百万遍的时候 这个就可以补 你所患的Samaya 我讲的意思就是这样 以前师父教我就是这样的教的 以前我的师父教我说 你要把五个Haruga念在百日明咒里面 就这那五个空行 就可以改掉你所患的Samaya 这个五庙义 五庙义 五庙义我记得大日如来 旁边有四个空行母吧 还是五个 他如来旁边有金刚歌 金刚舞 金刚华曼 金刚细细 这个四个 另外还有一个什么 就是这个四个 那还少一个呢 还少一个应该是什么东西 叫做五庙义 嗯 对啦 还有一个是吃的嘛 金刚歌 金刚歌 金刚舞 金刚细细 还有金刚华曼 还有 金刚细细 应该金刚细细 这是五庙义 五庙义 让这个 让 令等业之 令他欢喜 令这个五庙行母 欢喜 就是以这五样的妙义 你心里所需要的欲求 争其功德之法 这也是可以补为患三昧呀 这样 大家知道吗 金刚妙食 也就是吃的 穿的很华丽 就是金刚华曼 然后 还唱歌 跳舞 在玩游戏 这五种欲望 你人的本身的五种欲望 来取患 来取患 你所患的三昧呀 五个空行 这样也可以补 补缺 也可以补缺 这个仅仅令上师喜患 既补缺 一般之三昧呀 若患根本多者 则上师喜患后 互受冠顶 互受冠顶 则清净 一般来讲 你只要让自己的根本上师 非常的翻喜 那么你就补了一切的三昧呀 如果患根本多者 你是根本十四度 则上师喜患后 还要接受根本上师的灌顶 才算清净 这里面 前一等子 是外五亿五妙意 即共物一之句 后一等字 为内五妙意 既言是书胜名印 现一上师 哇 这一句话我就不敢讲 我跳过去 前一等字 是外五妙意 什么东西呢 也就是你供养了金刚妙食 供养了这个金刚歌 金刚舞 还有金刚西戏 金刚华曼 这五种 这是属于外五妙意的供养 等后一等日 为内五妙意 内五妙意是什么东西 既言是书胜名印 现一上师 你要打扮得 打扮得非常漂亮 书胜 胜过任何一个女子 名印 就是名灰的实 名灰实印 现一上师 这个我就不敢讲 你们自己去议会就可以了 不干我的事 笑得最开心的是 慧君上师 笑得最开心 因为只要有谈到这个 他脑袋里面就出现虫 脑袋里面有虫 所以他一想到 他就开心 那么除了 让根本上师 喜悦以外 就是还一般的三妹 如果换了十四大戒 则上师喜悦后 还要受贯点 才算清净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小明跟爸爸讲 爸爸 我要出去玩 爸爸问 你怎么天天都出去玩 你是跟谁学的 小明回答 我是跟孔子学的 跟孔子学的 爸爸就很奇怪了 你跟孔子学 天天出去玩 是跟孔子学 小明回答 因为孔子天天去周游列国 周游列国 所以他是跟孔子学的 小明很聪明 你看他跟孔子学 周游列国 有一个职场 你同事们 大家研究 他们一直讨论 认为将来最好的丈夫 也就是白马王子 什么是最好的白马王子 有一个男的同事 就问这些女同事 什么是最好的白马王子呢 这个女同事回答 有三个最难能可贵的 就是最好的白马王子 那男同事问 是吗 请说来听听 这个第一 相貌不英俊 相貌很愁 因为这是最大的安全感 最大的安全感 它不可能再有外遇 要挑选 相貌最愁的 第二 要挑选 没有钱的 没有钱 有钱的不能 因为你如果没有钱 不会在外面 养另外一个女人 要最丑的 又要没有钱的 第三个 要个性非常软弱的 那个男孩子 要个性非常软弱的 因为 你可以欺负他 这是最好的白马王子 不知道大家听得怎么样 对不对 也有他的道理 也有他的道理 还有一点 你们要挑选 个子矮的 有一个先生跟太太 清明节 去上 也不算清明节 就是去扫墓 由于坐得太匆忙 到了墳场以后 发觉没有带纸巾 银座 没有带名钱 于是他就叫老婆去买 这位先生 就一个人 坐在这个 魂墓那里抽烟 这个时候来了 一对情侣 这一对情侣 就问那一位先生 你一个人 坐在这里干什么 这位先生想了 就回来一句 我在这里 等我老婆送钱给我 结果那一对情侣一听 吓得赶快跑 吓得赶快跑 他们以为是鬼 其实也有一个笑话 现在台湾有流行一个 这个叫什么 南部的青年到台北去 就叫北飘 对不对 北飘 北部的青年到南部做事情 就叫南飘 你去东南亚做事情 就叫这个东飘 到日本去做事情 也叫北飘吧 日飘 到阿拉伯去做事情 这是阿飘 这是新流行 妈妈在煮菜 小明讲说 我也来帮忙 妈妈说 你能帮什么忙 小明回答 我可以帮忙试吃 小明很聪明 你看 可以帮忙试吃 还没有五十分啊 啊 有没有五十分 四点四十九分 经过四十九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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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讲了四十九分 还差一分 好啦 那个 这个 丹真 他今天是 他今天是 他的表现 他在西雅图 雷仗师表现还不错 非常独立 他也很认真读书 而且 你现在读什么 他读书 还跳级 也就是说 好像你读几年级 你读一年级 那个 他不用读一年级 就跳级 跳到二年级 成绩很好 第一个 他读书 成绩很好 高中最后一年 不要读 他高中的最后一年 不必读 就可以直接 跳到大学 跳到大学 那来这里呢 他没有拖揽 到我们这里来 生活 他没有拖揽 一直非常认真的 在做事情 厨房的事情 也帮忙 什么事情 他都在做 中委会的事情 他也在帮忙 另外 他很认真的 在学习 这个 这个佛法 也很认真的 学习佛法 他没有发钱 学中文 他很会 打字 另外呢 他也没有 发钱 真正是学中文 但是他很认真的 在学中文 也现在也会 中文打字 也会中文打字 中文打字 另外他也跟这个法师 学这个 学权 权法 这个八级权 他也学习藏文 也学习藏文 也学习藏文 很认真的在 在做这些事情 那么 因为 哦 五十分 好 唱一条生日歌吧 唱一首我 是喇嘛 有咱打吻 咱咪吽咱咱 是喇嘛 的伴侠无母 这大甘荡阿甲 是喇嘛 的伴侠无母 这大甘荡阿甲 好 祝你生日快乐 非常感谢法王根本传承上师宝贵的法语开示 现在请大家合作 把各自坐的椅子叠好 义工会把灌顶帆来到盘城中央 大家不要忘记有首节 咕噜咕列佛母心咒 观想你要观想的对象的名字念出来过灌顶帆咯 好igt意 明知年很高的 周年记忽 眷吴法王沉尊年生火火 迟受咕噜咕列佛母巴冠 brew 还负一冠 Day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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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